大家好,我是王岳波 那么我今天呢,接着给您讲这个聊斋里边有关吃喝的这些个小故事 哎,你看咱们平常啊喝酒啊 有的时候爱行个酒粒 现在在这个饭店里的呢,很少看见行酒粒的 在我小的时候呢,竟是划拳的 哎 那么那个饭店呢,墙上啊,都贴着 禁止划拳,请勿喧哗 哎,也就说这划拳呢,不是特别哑观 那么还有呢,老虎杠子鸡啊 哎,后来还有什么小蜜蜂啊等等吧 那这些个酒砖上的酒粒 其实过去呢,你要看《红楼梦》啊 那个酒粒啊,还都挺哑的 哎,或者是猜个谜语啊,或者是诗词歌赋啊,等等吧 哎 那么这个聊斋当中写了一篇行酒粒 就很雅致 是鸡鸩鸡骨船花 但是呢,他跟一般的鸡骨船花又不一样 很别致 这篇叫什么呢 叫《余德》 说是武昌啊 这有一个叫《寅途南》的人 他除了家里住的房子啊 还有一处别墅 哎 那他没用啊 他就租出去 租给了一个秀才 这个秀赛住的他这半年多呀 他也没去瞧见过 反正人家安月给房去 这天呢 尹图兰出门 碰上这秀赛了 他一瞧 这不是做房子那个人吗 一瞧这个穿上搭板 骑这马 身上这衣服 真酷呀 而且 神采飞扬 这个年轻人 穿得又好 长得又漂亮 那么他也认出尹图兰来了 是他的房东 聊两句吗 或者一聊啊 聊摘原文上写 孕迹可爱 嗯 还是 很有文化 秀赛吗 感觉到 租自己家房的这个秀赛不一般 回来呢 就跟媳妇说 说你啊 知道他是干嘛的吗 这引头男的老婆说 你都不知道我哪知道 说这么着 明是你啊 派个丫头 哎 带点呢 生活必需品 上这去问问 问问看缺什么 哎 房啊漏不漏 是不是 家里边门窗 需不需要修赏 那么呢 如果有 我这房东好 给你修房 这丫头呢 暗含着 是去刺他 看看呀 这个秀赛呀 到底是 什么来头 到那去一瞧啊 呼 家里头 还有好几个美人 美艳 玉于仙人 就跟你仙女儿 真的那么漂亮 而且家里的摆设呀 用的物品呢 这丫头呢 都没见过 也叫不上名来 回来跟尹图男 两口子这么一学说呀 尹图男 纳闷了 哎 他怎么这么哭呀 这什么人呢 我亲自来一趟 他去拜望这秀赛 结果到那呢 整改人家出门了 他把名片留下呢 他就回来了 结果第二天 这秀赛呀 袁文写 既来拜达 就回拜达来了 也递进一张名片里 尹图男 这么一瞧 才知道 租自己这个房子 秀赛姓鱼 就鱼德 让进来吧 有从人献查 查霸歌斩 俩在这聊会儿 这么一问呐 这余德的家庭情况 上辈子是做什么的 没养到这个余德呀 闪烁其词 不说实话 尹图男呢 还要追问 这个余德呀 就跟尹图男说 说您呐 别死结白咧的问了 咱二位要想交朋友 哎 您呐 不必知道我的来历 反正您就知道 我不是坏人 哎 原文写 应之非 扣道 葡萄者 哎 反正我不是被通缉的 就得了 这一下呢 把尹图男说的挺不好意思的 乐了 行了 啊 那您在我这吃饭吧 这就酒宴买下 二位聊的 很高兴 把酒烟欢 到晚上呢 让两个家人呢 嗯 挑着灯 给送回去了 第二天呢 人家请简来了 干嘛呢 来请尹图男 到他家里边啊 去玩 尹图男去立桥啊 火 家里那个墙壁上啊 都用那个量纸片啊 装表的 哎 原文仍写 明光纸表 节如镜 那个金酸泥啊 里边点着香 金酸泥是什么呀 就是小泥炉 哎 但是是酸泥型的 有这么一个玉瓶 是碧玉的 插着凤尾啊 孔雀鱼 各两只 都有二尺多长 还有一个水晶瓶 里边呢 有粉花一树 不知道 是什么树 也不知道开的这个粉花 是什么花 你也得二尺多长 那么这个树上 这个花是粉的呢 现在 是 含苞未涂 而且是 叶枢 花蜜 那个花的 那个状况啊 就仿佛啊 刚孵出来 那个蝴蝶呀 收着翅膀 在那锤着 一会儿开上饭来了 宴尖不过八鬼 哪个鬼啊 就是咱们北京啊 食品一条街 鬼街的那个鬼 就是八盆菜 别搅就八盆菜 丰美异常 哎 就说这菜的质量高 俩人吃八个菜 可以了 那么两个人呢 这就吃着喝着 旁边有小童儿啊 要住一个酒粒 干嘛呢 鸡骨催花 这游戏什么规则呢 就拿一个花啊 哎 在众人 洗钱的众人 手里边传 鼓声不听 大花老传 啪 鼓一听 这花烙的谁手里头 谁得喝一钟 要罚一杯酒 这就叫鸡骨传花 这叫酒粒 但是呢 咱们刚才说了 辽斋这段余德 写的很别致 鼓声一响啊 它不是传花 刚才那个水晶瓶里头 那一束粉花冻了 这墙那个瓶中的花啊 摇摇颤颤的 晃起来了 上面这花不是好像 是刚敷出来的蝴蝶 收着翅膀吗 原文贤脸翼 现在呀 斩翼了 蝶翅建章 那么呢 顺这个二尺多高的粉树上呢 飞进来了 这个蝴蝶一飞 随着这个鼓声啊 在屋子里边这么一召 鼓声这么一停 这个蝴蝶呀 就烙得隐徒男的身上 落在衣服上 余德一瞧乐了 笑着站起来 亲自珍一大杯酒 递到余德的面前 哦 余德一瞧 这可神了 人家都是击鼓传花 余德家里边击鼓传笛 走 我喝 一大杯酒喝下去了 鼓声一响呢 这蝴蝶又飞进来了 这回呀 又下离蝴蝶 又开一朵花 鼓声啊 一停 这回两个蝴蝶呀 都烙得余德的帽子上了 余德又烙了 做法自闭 我这不是 自己给自己找事吗 这俩蝴蝶怎么样 喝两大杯 三通古响 原文写花乱坠 翩翩而下 就是 刚才咱说 那粉花的树不是 叶书花蜜吗 花骨头都化成蝴蝶 全下来了 鼓声一停啊 也有烙的 也有烙的余德身上的 也有烙的 尹童丹身上的 袖子上啊 衣服上都有 那个打鼓的 那个打鼓的童儿呢 笑着过来数 结果 尹童丹身上啊 有九只蝴蝶 余德身上有四只蝴蝶 这得啊 喝五大杯 哎呦 尹童丹说呀 我已然呐 有点过量了 不胜酒力 这五大杯 我可喝不了了 就这么着 要强行喝了三杯 这才啊 告辞回家 对这个余德啊 更好奇了 但余德这个人呢 除了隐途男的 不怎么跟外人交往 哎 原文写 不通调庆 就是别人家呀 红事白事的都不去 可是架不住隐途男呢 在外边替他宣传 跟别人说 这个余德家多阔多阔 他虽然说租我的房子住 但是他家里的摆设惊奇 尤其这个 击鼓传牒 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这可新鲜 听说的这个人呢 都争相来跟余德交朋友 人家也不在家呀 大伙就在门口啊 往里瞧 弄得余德挺烦 这天呢 走了 等隐途男呢 知这信的时候 已然人去乌空 倒是不找他房去 隐途男 到了自己家 这个空房子里的一瞧 人家 已然都搬走了 可是 把院子 扫得特别干净 一点土都没有 再一瞧啊 竹类堆至清洁下 竹类是什么 叫他这晚上啊 吃饭点那大辣 滴得下来 那个辣油 还有痕迹 再一瞧 哎呀 自己那天晚上 在这喝酒 那个场景啊 记忆犹新 可人家把家都搬工了 什么 桌子 椅子 花瓶啊 那个 金酸 金酸泥的香炉啊 全没了 嗯 绕的房子 后的一瞧啊 有个 白婶的小石缸 这石缸 是干嘛用的 不知道 要说割米啊 能割一袋米 那么 引毒丹一瞧 得了 这我给拿回来 就把这个 白婶的小石缸啊 给抱回来了 回来干嘛用呢 倒上水啊 氧啊 红金云 可这水 自从倒的 这个小石缸里的话 永远不用添水 你养金鱼啊 过几天 那水位 不就下去了吗 你得给这金鱼 换水啊 这小石缸 从来不用 水老满着 而且呀 清澈 箭底 水老那么清 鱼也不死 结果有一天呐 尹家的这个下人呐 搬大石头 没溜什么 咚 把这小石缸啊 给打碎了 石缸是碎了 可是这水啊 还不往外流 你瞧啊 就如同那石缸 还在一样 可是拿手一碰 那水啊 是软的 水就能进去 顺着这个手呢 就往外流 可是手呢 顺着这个水里边 拿出来呢 这水又复合了 到冬天呀 这缸水也不动 有一天晚上呢 忽然结为精 可不是冻成冰 结为水精一样 可是呢 这个小红金云啊 还在里边游 这一家人感觉很奇特 那么隐途男呢 他怕别人知道 他这宝贝 就把这东西啊 不敢在院子里摆着了 藏在密室之内 非子婿不以示也 不是儿子姑娘姑爷呀 谁也不给瞧 但是呢 没有不透风的墙 他们家有宝贝 这个事啊 渐渐的 人家可就知道了 上他们家来的 都想看看 这个小石缸 尤其啊 这缸已经碎了 看里边这水 这水呢 竟然跟一个 啊 缸型的 里边还养活着鱼 这很奇特 可是 有这么一天呢 这个忽然间的哗啦一下 这缸水 散了 留了这么一地 里边的鱼也不知道哪去了 就是那个酒缸蚕食啊 游存 这天来了这么一个道士 登门求见 就想看看这东西 这东西呢 已然呢 没有法力了 废了 引奴男呢 就拿出来了 让这道士瞧瞧 这道士一瞧说 嘿 这可是宝贝 此龙宫蓄水器 这是龙宫里的宝贝 在龙宫里就是装水用的 那么引奴男 就问这老道说 您既然认得呢 您说说 为什么 他这个刚破了 这个水还不洒呢 这怎么回事啊 老道说了 此钢之魂也 这石钢得有魂破 虽然外边鞋破了 但那魂没散 您呐 得赏我这么一个碎片 给我一点就行 引奴男说 你要的干嘛用啊 以泄喝药可得永受 老道说呀 我就把这个石钢啊 这个碎片拿回去 盐成了粉末 我配药去 可得永受啊 我能够做长生不老药 这个引奴男 也不知道怎么配药 那得了你要一片 要一片 给了他一片 喝 老道千万谢 原文写欢谢而去 聊着这个虞德 这故事啊 就讲完了 您听着挺神的 但这虞德是干嘛的 是神仙呢 还是妖怪 何方神圣 小说也没交代 神龙见首不见尾 来去很神秘 但是呢 这篇 虞德呢 写的很精彩 尤其啊 就是击鼓传蝶 这一段 我很佩服 蒲宗陵 蒲宗陵 往往啊 写出来 这个故事啊 真是 让人家浮想连篇 就怎么呢 你说 他那脑子里头 怎么搁了那么多 奇异的事情 哎 人都击鼓传华 他击鼓传蝶 鼓声一停 那蝴蝶 就能烙在人身上 这个写得很好 你要真说 要拍出电影来 也一定很好看 反正咱们喝酒呢 都愿意行个酒粒啊 是以助酒性 得了 今天这段喝酒啊 我就给您聊到这 那么有关呢 聊斋里的其他 跟吃喝有关的小故事 咱们下回接着聊